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Chris 那在我身旁的話 是資深中秒媒體人 陳天君,Daniel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事情是這樣子 在前陣子的時候啊 頂級品牌Richard Mel 他們宣布了一個新的消息 是說 他們推出了官方授權的 二手錶間品店 通常品牌在販售上面 或者說在推他們的產品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推陳出新 那希望 消費者希望收藏家是 持續去買他們新的商品 新的錶款 不過在這幾年呢 有越來越多的品牌 他們自己跳下來這麼做 是他們有可能去跟 有一些比較大的二手錶店 那比較可能是連鎖的 可能是國際的 然後他們通過 所謂的官方授權 或者說甚至是官方認證 給予他們一個 算是新的證書 甚至是提供到保固的服務 跟一個品牌的銷售模式 就是有一點點背道的事 因為他竟然要推新錶 但他為什麼又要在 二手錶市場 琢磨這麼多的心力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談到 二手錶 或者是說給他官方認證 甚至這個事情都要回到 過去大概這二十年 二十年來整個 國際鍾錶市場的發展背景 那我覺得其中裡面有 對於這個部分影響最大的 關鍵有三個 第一個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 然後第二個是電商 線上通路平台的新奇 然後第三個是國際拍賣會的影響 那在金融風暴之前 2008年之前 其實 鍾錶業經歷了一個 將近十年的快速成長期 那每年他們的成長的幅度 大概都超過 10%、15%以上 非常非常快 這種情況一直到 到金融風暴 金融海嘯為止 金融海嘯它其實 影響到 對歐美的打擊 是非常非常的重的 然後那個時候 造成很多 很多公司倒閉啊 失業啊 那在那種不景氣的情況下 新錶的銷售自然會受到影響 所以那個大概 從1990年代一直到 到這個時候啊 二十年間 金融風暴是 金融海嘯是 整個鍾錶業的銷售幾乎是鼓底的 大家都措手不及啊 也讓品牌 就是開始有警覺說 之前的那個啊 接近泡沫式的成長啊 它不是絕對保勝的 你不可能 永遠一直追求這種數字上 銷售數字上的成長 它一定會有個極限 那金融海嘯造成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 市面上二手錶越來越多 那一段時間之後 一直到 主要是2012嘛 它從鼓底慢慢開始恢復 是從2012開始的 尤其是那段時間裡面啊 市面上二手錶不只多 因為很多人缺錢 就把錶丟到市場上去套現 那不只是一般的錶管 那個時候多了很多這種 非常非常高級的 收藏級的手錶 可能原來這種售價可能就是破千 或是至少是幾百萬的 駝飛輪啊三問這種 平常你在市面上幾乎看不到的東西 那個時候一下子丟了很多到市場上 那這種情況就產生了兩個影響 它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第一個它促成了電商平台的大幅成長 其實像我知道的最出名的這個 二手交易網站是那個 Krono Krono24 到大概金融風暴之後 那幾年 它們的營業已經超過了 每年的營業超過十幾億美金了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數字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 大家真的開始注意到說 二手錶原來這麼龐大 另外一方面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 金融海下有很多到貨套現的這個 另外一個就是高端市場 就是拍賣會那邊的 對 那個東西因為它基本上 它沒有辦法在一般市場上流通 即使偶爾你在二手錶網站上 看到有這種東西 那也幾乎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偶爾還是會有 那我覺得那個大概就是 真的是 糟糕在一路 才會到那種通路上去 但是同時那個時候 你會看到 有很多這樣子高複雜的 那我覺得 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獨立字表 但是獨立字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們在拍賣會上的二手錶 幾乎行情都非常非常糟 但是當然有少數的特例 像那個Doofer Doofer甚至在拍賣會上 你不會看到它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特別注意到的 就是在拍賣會上表現得特別好 就是在Pijong 這個 所以這跟它們後面開始會做這個認證 或是甚至參與這個二手錶網 實際的交易買賣 這個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後面再講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不管是拍賣會 或是二手錶網站 或甚至是直接實體的通路上 很多美國的歐洲的這些 這種金融分析單位 或是顧問公司 它們其實在那段時間之後 開始注意到這一塊 它們評估那個時候 大概初估一年 大概一年至少50億美金以上 光是在二手市場 二手市場 還不算拍賣會那種天價的這種 就是大概的估算 而且這個估算其實不是很準確 一直到2016 那個時候表示 從2012的谷底 又回到一個相對的高點 到2018這段時間 那個時候已經有 有專家 國外的專家估計說 這整個市場超過200億 甚至也有說300億、500億的 市場規模的都有 都有這種說法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市場是非常非常大 商機就在那裡 那品牌不可能去錯過這一關 不可能它不去注意到這一塊 因為我們前面講完 它就是說 我賣的新表賣的越多二手 就會越多 我同時我也把二手市場做大了 所以他們 才會給他們一個非常強烈的動機 說我要怎麼去參與這一塊 這才會有我們前面看到的 他們實際上去做二手錶 或是做認證 這個什麼 這是一個背後的基本原因 但是電商平台 那個時候興起的時候 他們開始建立一套比較明確的規範 一個比較合理的讓消費者可以信任的交易機制 很多都會在他們自己官網上強調說 我們有一個專門的中心 裡面有專家 他不只做維修 他還幫你確認這個產品的真偽 這個其實是相互比較之後 其實會給所有的電商平台一些壓力 就是說我怎麼在保證這個真品的狀況下 我要怎麼去加強我自己的信用度 那最好的辦法就是想辦法跟總廠合作 他們通常都會針對我自己熱銷的產品 一些熱門款或是熱門品牌 他們去找品牌他們做 就是說那你出類似保證書的東西給我 這個東西的話就是保障的責任 就是由品牌跟平台一起來分擔 但是品牌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一樣啊 這個東西可以增加我自己的產品 不管是新表或二手 在這個電子通路上 電商平台上的銷售量 而且第一個 通常在認證的時候啊 我在開證書給你 通常我都會先跟你收錢 可能幾百塊瑞朗 基本上都會 那我已經先收一筆了 雖然感覺上金額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一旦數量大的時候 對品牌的財政收入也不無小補 尤其是熱門品牌 所以品牌會去做這個事情 它樂的去做這個事情 其實第一個真正做品牌二手錶認證的 我知道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FBJOM 它是2016年就開始 那它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我們剛才講獨立字表 這種牌子在拍賣會上很難拍出去 其實拍出去的價錢也很差 至少跟它原來售價相比 但是FBJOM有幾款 就是非常特別的這個高複雜錶款 那個時候像 它有一支那個Torpeon Sovereign 就是說它在工藝上 跟在整個這個字表的這個歷程上 都算是一個非常具有指標性 里程碑地位的錶款 但是這種東西本來就稀少 那因為它本身FBJOM幾乎都是限量 所以這個東西沒有就沒有了 但是他們會接到很多的 就是收藏家或是錶名 直接跟它要求說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訂 你去重做 但是FBJOM那個時候是 那個時候他們是說 他們的想法是拒絕 他也不想去破壞這個 他們原來的這個錶牌形象 還有他們這些錶款的這個特別性 所以它後來它就 走到一個折衷的做法就是說 我想辦法去市面上收購這些錶回來 或甚至說有時候是人家就是送回來整修的 錶地鏡都可能會故障 要保養送回來原廠 我這邊就 那它就說 我去確保 它開始設計出認證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些市場上流通的 我特別給你一個證書 去保證它的品牌價值 因為它本來就是一個 在那個圈子 在收藏圈裡面特別受重視的 那所以它才想說 那我出面擔保這個事情 然後 一開始是這樣 那後來就是更進一步 它直接在它的網站上賣這個 賣它的自己 自己可能 對它收回來的這些 之前收回來的這些 對那好像也是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收藏家直接拿來 它這邊說我要寄賣的 但因為這個牽車是到二手的 所以它才會去開 特別去設立這個認證的系統 那它其實裡面其實也包含 包含維修啦 或是整個修復 修復的這個部分 就是整個紀錄就變成要完整的 放在網站上 當然其實對於高階品牌 我必須講就是說 錶它其實是分成兩塊的 高階市場 收藏等級的 跟一般大宗市場 其實是它的 它的經營模式跟經營 就是銷售概念上 其實是有一點差別的 那像我們剛才講 FPCOM之外 像AP後來也 好像隔年 沒多久它就說 我隔年之後 我要成立專門店 賣我自己的二手錶 然後 Richard Mill那個時候 也開始 也跟著說 我要做 自己來做二手錶 然後像 另外一個 那個 獨立品牌裡面 比較受歡迎的 這個 MB&F MB&F也跳下去自己做 像這樣的牌子 上面去做這個事情 它基本上目的 不是為了賺錢 當然賺錢是一定要的 不能虧錢嘛 但是 它更可能的 一種 角度是 其實 是做客服 給品牌自己 做口碑 而且 這個東西 通常都只能適用在那種 非常特定的 稀奇錶款上面 再來的話 我有聽過一個當然就是 有一些 有蠻多品牌在切入二手錶市場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一部分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是 他們希望去鞏固二手架的 希望自己經由自己 進去以後 可以讓這個市場的價格 不要這麼的混亂 我覺得 這個部分 我覺得 品牌 確實 可能大家都希望這樣子 但是 實際上 我覺得實際上 這個希望 跟實際結果 我覺得是兩回事 這個最後還是要回到 表款本身熱不熱對不對 就是 它本身的定位 對 表款本身 然後還有其實品牌 在市場上的熱門度 這個在 在二手市場 在跟 在拍賣會上 其實 就是基本 基本是一樣的 你看到市場上熱門的 永遠 就是那幾個牌子 那幾支錶 可是你回頭 站在消費者講 我本來就不想買這支錶 並不會 因為它多了一張官方的認證 讓我有那個特別的慾望 我還是要回到手錶本身 對 它只是說 這個東西的好處 只是說 就是在 減少 就是交易過程 我這支錶 實際上 在賣的過程 不管是 不管是在平台這邊 或是在 在消費者這邊買了以後 我們的可能會 因為 錶的狀況 錶的真偽 會 糾紛會減少 就是那個 信任感 交易的信任度 其實是會提高的 但是 它會不會促進品牌的 這個熱門 熱門度 或是品牌的支持度 去進一步去鞏固 這個二手的行情 我自己覺得是不會的 好 今天就謝謝Daniel 為我們帶來這麼豐富詳細的介紹 在有關於官方認證 進而影響到整個二手錶市場銷售 以及它背後更重要的意義 那也請各位觀眾持續鎖定我們未來節目 我們將帶來更多更詳細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次見 來講